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脑洞特别大 最后又有神奇反转的科幻惊悚片 午夜 年轻的安东尼拿着手枪闯进了一所民宅 满腔怒火的他正四处搜寻着背叛自己的女友 准备将这个不忠的女人就地杀死 而一个男人此时正如影随形地跟在安东尼的身旁 可安东尼对此似乎一无所知 只是自顾自地寻找着女友 在卧室里 安东尼终于找到了他 他不愿再听女友的辩解 砰得一声枪响 安东尼当着男人的面杀死了女友 如此诡异的犯罪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 男主汤姆是一位记忆提取方面的研究者 最近他发明了一种可以阅读人记忆的仪器 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明 汤姆在研究上春风得意 但与之相比的是他生活上的窘迫 妻子和汤姆结婚多年 两人却还挤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度日 汤姆必须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研究 才能做到名利双手 但阻碍汤姆成功的最大原因 其实在于他自己 他是个善良的人 甚至记忆提取 必须在被使用对象统一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可给他提供赞助的公司 无一例外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因此汤姆总是拒绝他们的资助 这天公司老总理查德又一次找到了汤姆 在理查德再三承诺 绝不会违背人道主义的情况下 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汤姆 最终同意了他的赞助 就这样得到赞助的汤姆 开始和助手改进仪器 过程非常顺利 可几周后 理查德却突然找到汤姆 并告诉他 幕后真正的投资人 现在要立刻使用仪器 汤姆一下子犯了难 仪器并未完全改进好 如果现在冒险使用 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然而 赤恩嘴短 理查德的语气不容质疑 汤姆也只能照他说的去做 汤姆和助手在理查德的指引下 来到了郊外的一处空地 令汤姆感到意外的是 与他们同样来到这里的 还有几名警察 原来 理查德口中的投资人正是警方 他们认为 汤姆所发明的仪器 有助于警方进入罪犯的记忆深处 从而达到破案以及定罪的目的 在理查德的催促下 汤姆用药剂让那个名叫安东尼的犯人 睡了过去 紧接着为他和自己的体内植入了特制的芯片 现在 汤姆相当于发送装置 犯人安东尼相当于接受装置 这样一来 汤姆便可以在助手的帮助下 进入安东尼的记忆中了 随着程序的启动 汤姆脑中的芯片开始工作 他立刻进入睡眠状态 并成功进入了安东尼的记忆中 汤姆选择进入了安东尼女友 遇害那天晚上的记忆 这也就是影片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 安东尼当着汤姆的面 情绪激动地谋杀了女友 可他并不能察觉到 有人进入了自己的记忆之中 因此身旁的汤姆成了一名隐身的侦探 对安东尼来说 他就是一团空气 根据助手使用计算机得出的结果来看 安东尼的这段记忆准确率十分的高 这也就意味着 他大概率就是谋杀女友的凶手 安东尼的罪名终于坐视 在他的记忆里徘徊探案的汤姆也该出来了 可是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在助手按下关闭程序的建位后 现实世界中的汤姆并没有醒来 而安东尼反倒是缓缓苏醒 通过计算机的实时监控画面 众人发现汤姆仍在那个房间里 无论助手怎样操作 汤姆都始终无法脱困 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 被困在安东尼记忆里的汤姆成了植物人 终日躺在病房里靠营养机器为生 妻子和孩子每每来探望他时 总是忍不住露出极度悲伤的表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在安东尼体内留下芯片的帮助下 先来无事的汤姆已经走遍了安东尼记忆的每个角落 在记忆的边缘 一道屏障将他和外面的现实世界分隔开来 汤姆至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脱困的办法 某一天 汤姆来到安东尼小时候和父亲一起修车的那个场景 他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百无聊赖 盯着这个不知已经看过多少次的场景发呆 突然小安东尼去给父亲拿饮料时 竟抬头直勾勾地望着汤姆 仿佛是看到他坐在那里了一样 汤姆顿时来了精神 如果安东尼能发现自己的存在 或许就有脱困的机会了 汤姆立即尝试吸引安东尼的注意 可令人遗憾的是 无论接下来多少次重启这段记忆 安东尼再也没能发现汤姆存在的痕迹 这让汤姆感到十分沮丧 然而汤姆发现安东尼似乎会对一些 让他印象深刻的记忆重复回忆 当他多次进入那些场景进行回忆时 就有可能察觉到留在记忆中的汤姆 这给汤姆保留了一丝被安东尼发现 进而进行沟通的希望 监狱里安东尼一张张地翻看着往日的照片 而汤姆则不断跟随着安东尼 来到每一张照片的记忆深处 突然安东尼的眼神略过一张老照片时 他的面部表情有了变化 原来汤姆不断进入这些 对安东尼来说印象深刻的记忆 刺激安东尼的大脑做出反应 终于让安东尼察觉到了记忆深处的自己 汤姆很是兴奋 他知道如果要让安东尼彻底发现记忆中的自己 那么便要不断寻找安东尼脑海中的这种特殊记忆 然后频繁地出现在那里 安东尼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作为警察的他 家中培养出了一名罪犯 自然是令人感到十分悲哀的事情 不过老父亲并未寻死亡法 而是选择了大义灭亲 在发现安东尼杀死女友后 选择了报案将其抓捕 汤姆从这里下手 开始在安东尼脑海中寻找关于他父亲的记忆 果不其然 汤姆发现 安东尼曾经和一起吸毒的同伴 密谋抢劫自己的父亲 两人却被安东尼的父亲轻松挫败 同伴逃之夭夭 安东尼则被父亲当场抓住 这下父亲彻底对儿子失去了信任与希望 这件事对安东尼的打击很大 汤姆不断地重启着他的这段记忆 并在安东尼逃跑的路上 等待着他发现自己的存在 两个星期过去了 终于有一次 安东尼察觉到了坐在地上的汤姆 他认出了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家伙 只是不知对方寓意为何 安东尼向汤姆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而汤姆为了取得帮助 暂时没有提及自己在凶杀现场看到安东尼杀人的事情 反而话锋一转告诉安东尼自己可以帮他脱罪 前提是安东尼要想办法联系自己的妻子 并让其将自己被困的消息转告给助手 让助手能够重新编写程序救他出去 安东尼自敢怨屈 也就答应了汤姆的请求 汤姆在记忆中将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安东尼 安东尼用监狱的电话打给了汤姆的妻子 妻子听到电话那头的人提起丈夫 顿感不快 可接下来安东尼说的话 却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汤姆把自己和妻子 从相识到相爱的小细节 全部告诉了安东尼 而安东尼也向汤姆的妻子全盘托出 妻子终于相信了 安东尼是汤姆派来寻求帮助的使者 听完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 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在汤姆妻子的帮助下 安东尼得以出狱 来协助汤姆的助手解救汤姆 可他的人生并不自由 时刻都有警察盯着 而汤姆在安东尼记忆中畅游的这段时间 他发现了不少隐藏在安东尼记忆深处的秘密 比如安东尼和女友约会的美好时光 这个场景也成为了汤姆和安东尼 在记忆中约定的见面地点 在这里汤姆得知 安东尼的女友曾尝试过自杀 而安东尼为了阻止他 便拿出毒品与其分享 试图让女友使用毒品获得快乐 这样就不会自杀了 但这样做虽然短期有效 可一段时间后 吸毒成瘾的女友被毒品折磨得苦不堪言 安东尼此时方才信物 他开始尝试帮助女友 但为时已晚 突然有一天 女友悄悄离开了安东尼 连一句话都没有给他留下 安东尼就这样与女友失去了联系 他声称 当自己找到女友时 他就已经死亡了 汤姆让安东尼 努力回想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同时让助手准备对那段记忆进行定位 画面来到安东尼那晚的记忆歧视店 那天晚上 安东尼从浴缸里醒来 身旁还摆着药丸和手枪 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 于是在房间里徘徊 随后听到身后有人接近 接着就被一个黑衣人打晕昏迷 从而不省人事了 汤姆顺着安东尼的记忆前去查看 发现确实像他说的那样 并且在房间里还发现了侵入者的痕迹 但这份记忆的真实性还有带伤却 毕竟人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 容易记错事情 在汤姆的引导下 安东尼一次又一次的进入他的记忆 并逐渐想起了房间里的所有细节 那个打晕他的黑衣人 面罩下的脸也在记忆的探索中不断变化 而当黑衣人的脸变成一个熟悉的男人时 现实中的安东尼恍然大悟 接着他的表情变为了隐忍的愤怒 安东尼找借口 打发了在记忆中探寻的汤姆 回到现实里 他见警方防备松懈 便向汤姆的助手讨了支烟酬 安东尼故意将烟掉在地上 并让助手去捡起来 单纯的助手并未多想 可就在他弯下腰捡烟的瞬间 被安东尼起身一脚踹晕 然后安东尼用助手身上的铁丝打开了锁 并一铲子打倒了进屋巡尸的警官 接着拿走他的配枪 然后用枪指着屋外的看守警员 随即抢车逃走 安东尼开着车 找到了那位和他一起吸毒的同伴 也就是之前和他一起抢劫父亲的那人 同伴对安东尼没有防备 客气地将他请进了屋 谁料安东尼刚一进门 就拿出手枪指着同伴 并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知道所有真相 原来那张隐藏在黑衣下的 让安东尼瞬间恍然大悟的脸 正是这位同伴的 同伴开始狡辩 安东尼开枪打伤了他的腿 枪声引起了在另一个房间里 同伴朋友的注意 于是他拿起枪 捏手捏脚地向这边走来 同伴挨了枪子后 忍不住疼痛说出了实情 原来当时安东尼的女友毒瘾发作 他为了搞到毒品 便离开了安东尼 来到同伴这里 用身体换取了毒品 这也是后来安东尼得知真相后 愤怒地拿着枪去找女友的原因 就在此时 同伴的朋友持枪赶到 两人一起控制住了安东尼 并开枪打伤了他的腹部 安东尼则趁两人不备 再次夺回枪支 追着逃走的同伴来到了小巷里 此时在安东尼记忆里的汤姆十分着急 眼看他的血越流越多 就快要不行了 汤姆便催促着安东尼 放下仇恨 赶紧离开 并保证 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 安东尼听从了汤姆的话 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 开车来到了汤姆家中 汤姆的妻子赶忙将安东尼 从车上扶下来 安东尼示意他将记忆提取设备 为自己装上 他知道是时候让汤姆 从自己的记忆里逃出来了 安东尼的记忆世界即将崩塌 这对应着他现实中的生命体征 越来越微弱了 而汤姆沿着昏暗的走廊 通向了安东尼所在的记忆深处 在两人视线相及的一瞬间 汤姆脱离了安东尼的记忆 安东尼也就此死去 数天以后 汤姆从昏迷中醒来 鉴于安东尼打伤警员逃跑的行为 警方草草结案 将凶手认定为安东尼 汤姆则来到安东尼的父亲家 寻找更多的线索 他答应过安东尼一定要调查到底 安东尼父亲客气地招待了汤姆 汤姆拿出安东尼保留的照片仔细查看 照片上是一只宠物狗 在安东尼的记忆中 小安东尼曾经三次命令这只狗坐下 而未能如愿 因此老父亲说这只狗是一只傻狗 但其实这只狗并非不能坐下 而是因为老父亲不断将它称作傻狗 所以小安东尼的脑海中 留下了狗很笨的印象 直到长大后 他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汤姆恍然大悟 人的记忆并非无法更改 这种操作记忆的方式 类似于三人称呼 当一件事被反复提起时 人便会受到心理暗示 下意识地以为事情本就如此 此时镜头闪回 为我们解开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安东尼的女友其实是自杀的 自杀的原因正是因为背叛了安东尼 而良心受到谴责 然而当天安东尼喝多了导致神志不清 他后来打电话请父亲前来帮助自己时 被恨铁不成钢的父亲误认为他是杀手 并报警将其抓获 而后来安东尼入狱后 多次被警察强迫 让他承认人是自己杀死的 在这种因素的形成下 最终形成了和那是小狗一样 记忆的改变 幻想出了一段记忆 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头的画面 影片结束 片名记忆题曲上映于2012年 尤尼尔帕尼瑞编剧并指导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指正 咱们下期见